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勤人员正为天空西A挂装KD-88空地弹,对地攻击的KD-88系列导弹是在英机83A的基础上研制的,配合数据链掉舱对地打击能力更强。 空地-88KD-88是在我国心一带的防区外空地导弹,由英机83K空箭导弹改变而来,阅兵世界上的英机83空箭导弹,KD-88就是在其基础上研制的空地导弹。 KD-88一弹多头设计使其可以完成不同任务,减轻后勤负担,节约军购费用。 KD-88叫KH-59M,除了在战斗部威力方面有所不及外,其综合性能远远高于我国国产第三代战机和第二代改进型战机,基本上能搭载KD-88导弹。 在机适应信号,目前已经公开搭载KD-88导弹的飞机是平行上镜的JHCA肥暴改进行尽机轰炸机。 KD-88的制导方式为终端惯性制导加双向数据连加末端电视制导,但可以根据不同任务快速换装红外成像、主动雷达、被动雷达等不同类型或制导方式。 该导弹装备了类似JF IV巡航导弹的双向数据链,在机通过数据链调舱发送讯号,实现导弹航路规划,及在飞行中图修改攻击目标的能力,能够实现多米导弹业不同航路攻击同一目标。 导弹的战场灵活性大大提高KD-88一弹多头设计,使其可以完成不同任务,减轻后勤负担,节约均费费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